我要用北京现代第五台图乘海号 去跟梁虹比一个零四加速 我的加速度能不能赶上那台两吨推力的踏踏踏 这里即将上演一场急速的终极对决 是贴地飞行室的力量 还是功效成功更胜一筹 究竟谁会最先出过终点 这里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座航空基地 也是冷战时期苏联留下的战略储备 今天我哥们儿的期决定在这里 上演一场急速对决 俩大物件 没俩大物件 R-39 轻型战斗机兼教练机 还有我们的北京现代第五代图乘海号 今天说白了应该是三个大物件 这是第三架 第三架是什么 是我们自制的火箭发动机 今天要干一什么事 我要用北京现代第五代图乘海号 加上我自制的火箭发动机 去跟联工比一个零死加速 我很期待 飞机跟汽车比赛咱们可能看见过 但是一架喷气机和一辆汽车 在同一条跑道上比赛 那是前所未有 这次比赛 270将要驾驶的 是这台加装了火箭发动机的 第五代图乘L 第五代图乘L搭载的是一台1.5T 汽油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马力200匹 2200转到4000转时 可以输出高达253牛米的最大力 为了应对比赛 要对车辆进行改装 首先对车身进行轻量化 然后我们降低了紧阵 增加了弹簧的紧阵系数 然后我们在车的后部 整体看了一个钢笼 这个钢笼是完全接在车的底盘上的 还得把火箭发动机架上 之前的方案其实有很多 包括装上喷气发动机 或者乌轮发动机 这些装载其他发动机的方向都顺利 但是都不过瘾 都不够好玩 这我自己做一个小火箭发动机 在后面这都过瘾 270开始了火箭发动机的研制 一条式 我们用的是养没有防弓机 所有的燃料加注 推动机的加注 要用推动机来把燃料推进燃烧室 燃烧 前面每一次的实验 就是在来调试什么 调试比例 最难把握的就是这个推力控制 因为我保证固定量的氧化剂 尾喷管设计的绣是一个喇叭口 实际上它在当前的这种燃烧的情况下 让它把力量让周围散上去 同时有50%左右的力量来向后 然后推力能维持在300到400公斤 这样我继续降低了燃烧室的压力的同时 我又可以相应的减低发动机 如果真是800公斤的这个推力 我不知道我驾驭的了 驾驭不了 所以在这一点是特别难理 北京现代第五代图生L 要挑战的是 有华约教练机之王的L39教练机 由捷克沃德乔迪航空公司研制 1971年投产 装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具有16.87千牛的最大进退力 拥有755公里每小时的最大航行速度 最快爬升速度为每秒22米 是苏联时期被广泛使用的一款教练剂和轻型攻击机 一个跑道只有50米宽 两边的避养空间就特别少 空间还要留安全间隔 就是飞机和汽车并行加速的时候 会有互相干扰 当飞机超过汽车的那一瞬间 飞机的尾流会特别大 R39这个飞机它稍微的小一些 发动机的功率小一些 它的尾焰不会把我的车吹翻 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R39 然后发动机将近两吨的推力 两吨左右的推力 我的发动机 应该有350到400公斤的推力 但是它沉 这五吨多呢 战略上加战术上压倒 我那才一吨多 这么算起来的话我也没亏多少 好吧 关键是看技术 我们的比赛安排在了中午 一上午的时间根本不够 所以我们就要连夜开始加注燃量测试压力 还接触得上吗 接触不上了 什么都接触不上了 好 现在接触不上了 好 现在接触不上了 四个管 四块的管 还有两个小瓶 行 没问题了 都测试好了之后 燃料处于一个稳定的安全的状态 第二天才有可能能完成这个比赛 启动模式有两种 打开燃料打开推动机 然后在这儿 一点火这叫引燃 然后现在发动机处于燃烧状态 然后打开氧化机一 氧化机二 这是最大功率状态 第二种模式是 我打开燃料打开推动机 打开氧化机一氧化机二 然后一起点火 直接进入最大功率模式 这会爆炸的声音 耳朵反正是挺难受 利用光线 撰开氧化机会 一样非常消灭 致力量 一样大功率 一样大功率 一定是不高充力 转发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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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